台北市长柯文哲12月1号将到日本冲绳禁停三天两夜的市政交流 任内最后一次的出访也格外受到关注 此行目的在于宣传悠游卡能在冲绳使用 也要拼观光 但是出发前信却传出柯皮不太高兴 今天一早在晨慧发脾气了 原来是北市府向议会提出 警察局设置录影监视器预算 但是输赋议案 不过但输赋议案 但是昨天却遭到了议会直接的否决 柯皮怒标副市长彭震生跟警察局长 怎么没事前找议员沟通 更疑似因此临时取消了联访的安排 市长现在还在生气吗 柯文哲走出办公室准备开交通汇报 还朝媒体做出了拍照手势 向幕僚摇耳朵 但听到问题都没回应 本来柯皮下午安排行程前 要媒体联访却突然取消 传出是因为上午在晨慧大发雷听 警察局报告 报警用录影监视器预算复议案 柯文哲瞬间暴怒 质疑怎么会没先沟通 最后连表决都没有 直接被议会否决 弄批彭副跟局长还好意思大言不惭 复议失败还报告的云淡风情 下午的联访也因此取消 市长你这么生气是因为复议案吗 市长要不要讲一下 议会日前通过设置录影监视器预算 但必须确保画质清晰才能动之 柯文哲认为治安难行 向议会提出复议 不过连民众党自家议员林国成都不挺 当然火大 但市府澄清 取消是因为议程排的相当满 而柯批信任斗鼠 12月也将低调到冲绳出访 国门解封之后 为了能够加速推动台北市 议后的观光 以及宣传悠有卡 可以在冲绳消费的讯息 市长柯文哲将会率领 台北市的官传局 还有悠有卡公司 到冲绳来参访 三天两夜 柯文哲也将拜访冲绳政府 而这趟毕的旅行 虽然定调为市政遭流 但身为准2024总统候选人 走回大选后 随即访日 时间点也格外敏感 这位欢迎小人生台报道